台湾九合一大选执政国民党大败 民进党缔造好成绩 南加这次组团回台集体助选的情况并不多见 但仍有相当多侨民利用感恩节假期回台投票 对于选举结果 南加熟悉两党事务的人士有不同解读 但肯定网络效应与年轻选民对这次选举的影响性 对于台湾选举结果 今年春天赴接任民进党美西党部主委的杨婉柔这样看 像是高雄的气暴或是食安的问题发生 这些爆发的时候 国民党主政的中央政府并没有好好的处理 并没有说把人民的性命跟安全放在前面 反而是好像说有这个机会来修理地方政府 对于网络效应同样是网民一族的杨婉柔有这样的体会 这次真的是有差 像是柯P他在他的市政的 他就已经发表了差不多30支的都是在网络上面 然后你看联营 联营这一边的话才是采取一个传统式的 在电视上面做广告 然后在广告上面的内容 柯P这边就是一直能够推出很新的吸引人的 吸引年轻人是年轻人能够了解的语言 而且是年轻人看到的内容 那最重要的是就是说 参与的制作的这些都是年轻 至于国民党美西南支部主委刘永文 也是国民党的年轻世代 对文宣和造势相当熟悉的他 注意到两党在网络传播上的差异 国民党的温传会只有四个人 四个人的一个编注 你要去打一个全国的选战 你要去cover到全国的这个县市 包含从中央到地方 他们平常的业务就已经是马不停蹄 这个除了要撰文 还要去照相 还要到处去跑 他们是非常辛苦 那绿营在这方面 我想是一直以来非常有计划的 有系列性的在做 从太阳花学运 他们发出的这个 不管是用LINE 用Facebook 用各种这种网络 所谓的网络这个社群媒体 来做这个串联动作 他们做得非常好 这点我必须是给他们 打一个很肯定的分数 那我们国民党这一块 是真的做得非常的不够 对于国民党败选 刘永文也有其观察 个人认为是说 今天不管在中华民国台湾 谁来执政 你要面临的问题是一样的 那尤其是很多这个 尤其是政治方面 台湾的政治乱象 我们一直想说蓝绿二斗 这也是一个 这一次遭受到很多年轻朋友 他们看不下去 他们认为 但是这一股怨气 因为刚好很不幸的 现在目前是国民党 我们在执政 所以执政者当然要付出 比较大的责任 然后所以选民当然会把这个怨气 发在我们国民党的身上 所以我想我们接下来 很多要改革的地方 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在做了 至于国际传媒 深切关注的两岸关系 这一次的选举结果 我想对中国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能够知道说台湾人民 台湾本身的这些人民的思考的脉路是在哪里 然后他们想要追求的是什么 最好的结果就是说 两岸一定是要能够继续交流 然后能够务实地去了解对方 还有最重要就是说 能够互相地来尊重的对方 而刘永文则表示 是不希望看到台湾走回头路 那如果今天台湾 我们继续地锁国 像过去变政府时代 不断地 不要跟中国有任何的贸易往来 然后把这些机会 都留给其他的国家 我想各位 你们人民到时候 所谓苦的可能会 可能是要拿刀拿枪上来革命了吧 而不是今天只是用选票 来教训这个执政党 18台湾间新闻采访报道